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10月20日 多蒙特逝取阿基士 周三凌晨 欧关联分组赛基战连场 其中为GC组逃两名的阿基士和多蒙特将于前者主场一角高下 虽然两队前二轮分组赛均已胜利告终 而且彼此近期整体表现均值得肯定 但多蒙特在人角方面还是更胜阿基士一筹 当红炸子季艾宁 夏兰特入球能力之强路人皆知 因此金仗强强对话 还是略为看高多蒙特一线 阿基士经济整体表现十分出色 他们在欧关联前二轮分组赛当中 接连击败士波亭以及比希达斯取得两连胜 期间狂入七球只是一球 表现堪称强势 球队亦因此暂时以微弱优势力压金仗对手多蒙特赞GC组首位 联赛方面 阿基士经济在和甲已斩获七胜一和一副佳季 G22分0跑G分榜 但需要留意的是 和甲整体竞争力相对于欧洲五大联赛而言仍有较大差距 尽管阿基士经济屡次以大比分击败对手 但这些对手实力较为有限 显然无法与得甲敬屡多蒙特相提并论 因此善于虐菜的阿基士恐怕金仗才会真正受到考验 另外 阿基士此前在坐镇主场的情况下竟然不敌实力并不算出众的乌德勒芝 这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球队还未足够稳定 再者 阿基士最近二次欧关联赛是面对多蒙特军以失利告终 虽然已是2012年的事 但仍可能对球员心里有一定影响 此番迎战实力强劲间且状态正佳的多蒙特 阿基士还是不宜过分高估 阵容方面 门将阿阿拿拿仍在禁赛期 门将使迪基伦扑和后卫施恩卡莱伯则因伤缺阵 多蒙特方面 他们同样击败比希达斯和士波亭两个对手 从而取得欧关联分组赛两连胜 暂时击6分的他们仅以为弱劣势区GC组刺席 金仗与榜首的阿基士直接对话 只要能获胜 多蒙特就能独霸头把交椅 因此一众球员在战役方面无庸置疑 至于近况方面 多蒙特最近巴掌各项赛事好取七胜一副 当中不乏击败利华古逊和赫芬贤茜茨等硬骨头的精彩演出 球队目前状态绝对值得信赖 提到多蒙特就肯定不得不提前锋爱宁 夏兰特 此子金记在德甲当中攻入九球 与波兰风霸罗拔利云杜夫斯基并列得假神射手榜首位 而且这名挪威射手在金界欧关联分组赛当中已开斋 入球能力出众的 他 金仗无疑是阿基士防守端的心腹大患 再加上马高 雷斯以及祖迪 比宁贤这些冲击力十足的攻击手 多蒙特攻击群此番有望给阿基士后防线 施加巨大压力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多蒙特目前正处于各项赛事三联胜密运当中 球队明显状态在线 这显然给他们此番出征增添不少征胜本钱 阵容方面 前锋游素法 莫高高和中场马莫特 达侯特等人均应商眷勤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